第三輪刺客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我們 太快了 陳建民您有什麼問題嗎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糟糕 等一下 要想一下 不能按了再來想 跟樂有關嘛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是不是跟你說 你按我們的歌嘛 然後鬥魚 鬥魚 它有太多可能 你毀了 太多可能 你按太快 等一下 講 兩個可能 一個是女主角小燕子 要不然就是演員安苡萱 跟剛剛 小燕子或安苡萱 對 不能獲 只能講一個 他們同一個人 不行 答案只有一種 知道 希望你可以獲勝 認為Lidia是 猜猜猜 Lidia就是安苡萱 Lidia就是安苡萱 對 她的英文名字叫Lidia嗎 她的 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叫安苡萱 安苡萱答對沒有 答對了 太厲害了 超厲害的吧 這個 很神耶 我看 真的嗎 他連選項都講出來 最後分之一嘛 鬥魚 小燕子 你很重 對 我剛剛有對任何 我得暈倒 你不要記憶 沒關係 Oh my God 他 沒有 同一個邏輯嘛 因為剛剛是柏恩嘛 對不對 那一樣嘛 那應該是安苡萱 這麼厲害嗎 好了 不要再說了 我知道你現在有點驕傲 可以了 老師 平靜 太神了 沒有 我也抓到 這個節目的訣竅 好 我們都是以君子之心度 君子之腹 其實不是 我覺得你們節目 這個滿小人的 所以現在開始我們 策略要改變 因為剛剛那個都陷害嘛 喜鹊是不吉利的嘛 對不對 對 從這個幾個邏輯 然後刮鬍刀 可以了 謝謝 你今天是來宣傳的 不是來數落的 沒有 不是 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上了戰場我就 這個鬥智就起來了 好 非常好 就請這個老少佩 你們兩一組是吧 好 共同站上我們的大地盤 請他們來 請我可以鼓勵一下 請就位 飛蛾樂團的陳靜寧老師 國立台北大學 氣管研究所碩士 Lilia是浙江傳媒 音樂學院的音樂劇學師 對 不是音樂系 是音樂劇系 對 音樂劇系 大家在教的 都是一些音樂 對 來 陳靜寧老師 他們的選文歌功能賽提醒 來 請看 三分鐘 答應時間 只有三分鐘 好 特殊話的題目分別有 樂器秀人格 美聲求偶 你們會觀察動物 甚至於他們的聲線 第一部音樂劇 日皇族XPP 講的是建林老師 熟悉日本文化 然後另外一個 迪士尼公主 是你喜歡日本 東京迪士尼 對 講的是建林老師 喜歡開車 為什麼危險駕駛 安全駕駛 你把車開得跟飛機一樣 你說不危險嗎 反正那我滿多的 火鍋 火鍋 犒賞歷史呢 講的是Lidia喜歡吃的 對 維他命 舊夢 這講的是Lidia 我跟老師兩個人都會 你們都喜歡用維他命 來成為自己的營養補充品 有在吃 對 有在吃 是吧 對 請選的第一題 我來選吧 火鍋嗎 不要 我要選美聲 小偷的鳥鳥 小偷的鳥鳥 美聲 來 切以出題 請問下列哪一種公鳥 在求偶的時候叫聲最好聽 A鴛鴦 C畫眉 C孔雀 我覺得 應該是畫眉吧 2分45秒 畫眉 孔雀 畫眉 孔雀 怎麼可能是孔雀 快點 快點 2分35秒 哪一個 畫眉 因為孔雀球 是那個開屏 2分30秒 聽老師了 畫眉 請鎖定 很好喔 你們花32秒 討那個東西 沒有限制的啊 不然呢 好雜 不然呢 好 我們要快一點 我們只有三分鐘耶 我們只有三分鐘 對喔 好 後面快一點 好 妳為什麼選孔雀 因為我覺得孔雀很好看啊 好看啊 妳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孔雀聲音知道多難聽嗎 沒有 有這麼難聽嗎 阿志銘烏鴉好聽一點而已 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嗎 我聽過 真的喔 對 因為孔雀是開屏嘛 對不對 畫眉 很多歌都講那個 你是畫眉般的聲音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畫眉啦 請揭曉 不行 你一定要對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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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家研究了許多的鳥類 發現啊 其實在球偶的方面呢 除了有長得好看 唱歌好聽 要不就是很會跳球偶舞 那當中的也一定要有其一 所以我們看到像鴛鴦 牠長得呢 非常的色彩斑斓 很漂亮 但是牠的叫聲 非常的單調 牠就是以外型取勝的 而畫眉鳥呢 雖然牠看起來呢 沒有那麼的色彩斑斓 但是牠的聲音相當悅耳動聽 所以總是能夠吸引母的畫眉 那像是我們可以看到孔雀 牠的確也是會開屏 但是叫聲很難聽 那像是台灣國寶 藍富賢 牠就是呢 除了長得漂亮 還會跳球偶舞 所以都挺有意思的 漂亮 好的開始 來 第二題 我要選老師的 日皇族茶屁 不要 千萬不要選這個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厲害 你選擇老師的XVP 什麼玩意兒 還是音樂劇 兩分二十八秒 第一部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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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一部音樂劇 是台灣的第一部原創音樂劇 原創的喔 原創的是不是 原創 淡水小劍 看前面 看前面 淡水小鎮 什麼 淡水小鎮 淡水小鎮 齊王是什麼 齊王好像是一部小說 所以好像比較好 然後也拍成電影 對 比較後面吧 我覺得應該是B或C 可是他發現他不是原創的 對啊 他是改編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原創 應該是B跟C吧 B吧 就這樣 有可能答對了 來 請記得 來吧 來吧 難道 C是不是 來 告訴我們這一台 好 台灣的第一部音樂劇 就是齊王 它的時間是一九八七年 當時這個卡司 可以說是一時之選 除了有李泰祥老師作曲 還是三毛的劇本 而演員是齊齊以及張艾佳 相當厲害 那淡水小鎮稍晚了兩年 是一九八九年 林甘宇高跟弦得又再更晚了一些 是到一九九四年 綠光劇團的作品 但如果這些撇開齊王 當然想像是對的啊 對啊 所以因為我剛才是Compute在改編 因為我想要改編小說 我就沒有把它認定為是原創 來 下一回合 新功力的這個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力 趕快來訂閱喔